今天陆住克拉利奥酒店 因为我们明天出发 但是今天要在哥文哈根过夜 所以住在了这个 在我以前视频里面有过的克拉利奥酒店 这个loom还是不错的 还是挺大的 是的 而且还有一个这个厨子 我们今天住的都没有这种厨子 第一次因为他都房间比较少 但是这个房间移动比较多了 还有一个可以鸟看哥文哈根的一个view 是的 哈喽大家好 欢迎观看麦书和猫姐的频道 这次麦书和猫姐陆住哥文哈根的克拉利奥酒店 小住一晚 第二天坐挪威航空的班机 直飞克罗地亚的军林城 杜布罗夫尼克 这座酒店是我们比较喜欢的北欧连锁酒店 2018年重新进行了装修 看起来样子还不错 这里的北欧早餐也很合我们的胃口 我们今天又要做一个喜事早餐 对吧 所以呢 健康的一天 健康一天要从一个美国的三明治开始 好的 第一步呢 我们先挑一下这个帽子很健康的 很大便奔哦 对啊 电包 似乎是拉一支 好 这个和上次我们在那个叫什么 马尔莫志里有什么不一样啊 没有不一样 一样吗 好餐达人啊 再加点肉吧 我们家中人最爱的肉肉 中间这个是什么肉啊? 这个啊? 鲨鱼 有什么? 不知道 你这个是汗 我给你弄的很有特色 表会很好吃的 用这个酱吧 因为它里面本来就有酱的 然后加上这个口味 就会非常的配合 这个和我们上次吃的里面有什么三文鱼啊 对 这个也有三文鱼的 是的 最后呢 再加上黄瓜片 黄瓜片很重要的 没有黄瓜片的话 整个味道就会那么好了 香的吧 要 最后加上黄瓜片 差不多就可以了 还要给我加点什么东西吧 破 小香肠 来一点吧 对 猪肉小香肠来几根吧 好 可以了 要不要吃烤西红山 看看吧 不吃也要看看 这个 这个西红山是很好吃的 好吃的 香的 反正我是最爱的 我就是要吃的 不吃的 放一块就可以了 对 它会要一点吗 要点上面的 不管不喜欢太多黄瓜 走了 你也这么多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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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帮我笑一下 谢谢 谢谢 我帮你去哪儿 红柠 我做到了 小鸟 是什么 很多 我都要去做 公司的 这个 我都要去吃 火锅 就算快了 是什么 笑一个 笑得这么 礼貌而不诗 我是正常微笑了 我们今天到哪里 想不起来了 怎么可能想不起来嘛 杜布罗夫尼克呀 好我们出发啦 拜拜 我们现在已经登上飞机了 我们在下期即将开始 今天人好多过案件和 海关 海关的时候 因为到科罗地亚出欧盟了 然后排两次队 而且这部飞机满员 人好多啊 从哥本哈根到杜布罗夫尼克 只有挪威航空 每周六有一班直飞航班 全程大约三个多小时 如果赶不上这班航班的话 只能乘坐前往科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 然后转机到杜城的航班 时间一般会超过四个多小时 所以有类似旅行安排的小伙伴们 请尽量乘坐周六的直飞航班哟 科罗地亚不在欧元区 也不是深耕国家 所以请小伙伴们提前检查自己的签证 换一定数量的现金 当地的货币叫做库纳 比人民币要贵一点 单次深耕签证的旅行者也需要注意了 从深耕国家到科罗地亚以后 就不能够再返回深耕区了 所以最好准备好多次入境深耕区的签证哦 下了飞机以后 要再过科罗地亚的海关 要排队等待 不是深耕区的国家 就是不方便啊 现在呢我们在从杜卜罗普尼克人机场 到奥德汤的巴斯上面 Shadowbus 这个Shadowbus一个55块钱一个人 我要吐槽 因为现在已经是4点10分了 我们的飞机是2点40分降落的 你看看 缓了多长时间再坐上这个bus啊 因为不光是等bus了 然后前面还要过安检啊 什么等行李啊乱七八糟的 是的 本来以为就是说下午我们2点多钟呢 飞机到了之后可以 就是很快的就可以到奥德汤 然后整理好自己的那个叫什么行李 然后就去吃点东西 没想到又快到晚上了 要注意就是 因为科罗地亚不是欧盟的深耕国家嘛 所以进出都是要看那个 就是要做过海专的 对的 那个就比较花时间了 而且游客多的时候就排队 今天可能是周末的关系吧 游客还蛮多的 好在那现在巴士已经开了 终于开了 一共应该要开半个小时左右 是的 好这边的话 真的是蛮顾价好贵的 我们做Shadowbus的话 是买个人是55块 然后的话如果是坐taxi的话 他多少钱 两百 两百十块左右 我看了一下 我不是taxi 他是Uber的 taxi有可能还要更加贵 Uber就是我们现在的double 现在是两个人是110 如果是叫人口的那种taxi的话 有可能要三百个多块钱吗 三百多块钱 三百多块钱 反正一个是贵 我们还没有就是说真正的开始玩 我也觉得很贵了 我们去体验一下后面还有什么贵的东西 好了 好了小伙伴们 这次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后面是这次旅行中发生的一些意外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 下次再见啦 今天是10月4号星期五 那我们从今天开始呢 将开启一个为期八天的行程 主要是我们的plan 现在呢是到杜布罗夫尼克 看一下君临城的美景 然后呢 再转到原来的是这样的 原来的计划呢 是看完君临城以后呢 再转到塞尔维亚的贝尔格莱德 在贝尔格莱德 因为有我们博克的一个flat 是在贝尔格莱德转机 要过夜的 然后再转到斯洛文尼亚的卢布亚娜 在卢布亚娜晚几天以后呢 我们再回哥本哈根 这个整个行程 博克呢是在大概六七月份的时候 我就已经全部都博克完成了 老博是吧 对的 但是呢 到了十月一号 反正让人意想不到的转折 是的 在十月一号的时候呢 我们原定其实是从斯洛文尼亚卢布亚娜 回哥本哈根的一班飞机呢 它是由那个阿德里安航空公司 运行的一班飞机 其实是一个大概只有行程 只有两个小时的一个很短的一个行程嘛 但是我在十月一号的时候 接到一份email 但十月一号 因为是星期 星期国庆的时候嘛 我也没 不会一直盯着我的那个邮箱看嘛 然后我上班以后 大概到十月昨天 对 到前天 我才看到他们的那封邮件 说我们从卢布亚大的飞机的航班取消了 他因为什么原因取消 他都没有说 他就只是说 你要reconfirm这个行程 否则呢 就会被deny on boarding 那我就一下子 对我们整个行程都已经plan好了 酒店都定好了 而且我们还定了各种各样的那种 一日游啊什么的 整个行程是不可能取消的 好事好在 他只是一个最后回程的一班飞机 出了一点故障了 但是这个其实对我们本身来说也有影响 那我看到这个email以后 我就直接给那个阿德里安航空公司 不是阿德里安航空公司 是给我们博客的这个agent 他这个叫orandits的一个agent 一个旅行社就等于代理公司 或者怎么样 专门订机票的 像携车那种 然后我打电话打过去 而且他那个打的电话是美国的电话 还要打国际长途过去 而且一打就是半个小时 我打过去以后 他们让我hold的那个线路 hold的了半个小时 然后问啊问啊问 最后回来跟我说 他们没办法reach那个航空公司的 那个对客服务人员 那那我在大概 那个是10月2号的事情吧 那那也只能 他说是24小时到48小时给回 给回复嘛 那那只能等了 但是等了一天 他们也没有回复 然后呢 我今天早上 我又再打那个电话 打过去了 然后他们客服跟我说是 我的这个case还在pending状态 还是没有拿到 那个阿德里安航空公司的 那个那个回复 但其实呢 昨天晚上我已经做了 因为因为我不可能 只是等着他们给我回复 昨天晚上我我下班以后 在家里其实已经做了research了嘛 原因呢 是我查到了 在10月1号那天呢 整这个阿德里安航空公司 它是斯洛文尼亚的国立航空公司 整个斯洛文尼亚首都 卢布亚那的有一半的飞机 都是这个航空公司运行的 它这个公司在10月1号的时候 它宣布破产了 那就意味着之前 在10月1号以后 所有的航班 那就肯定就不能飞了嘛 所以呢 它的那个信上给我说 你有以下几个选项 但是它只略了一个 就是略放的 当然这是它没有里面 它客服还没有给我回复 到现在还没有给我回复 那对我 对麦叔和猫节我们的这个旅行来说 我们要做的决定 其实就是我们后面的行程怎么安排 那现在到现在为止 我还没有 我还没有拿到航空公司的回复 我们只能说在路上 在定这个行程 今天是10月4号 我们10月5号再看看吧 那那现在因为 我们今天已经到了 到了哥本哈根 我们从瑞典到哥本哈根了 因为Flight的时间关系 我们不可能明天坐火车 赶过来坐这半飞机 所以我们就录住了这个 机场旁边的叫 克拉利奥酒店 是一个 这个是北欧一个 很著名的一个酒店 是连锁的 而且各方面的设施 什么的在北欧 应该都是很不错 就在机场方面 如果大家到哥本哈根来玩的话 如果不想太周折 什么的 到了以后 想去朝好睡个觉 我觉得这个酒店是非常推荐